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利用這個時間來講解一下 111年度中三後四一物理的一個考題 中三的考試方式跟高一的考試方式是雷同的 所以在物理上面它的出題方式 就完全是一樣有分一分題兩分題 那一分題在物理的部分是1到15題 兩分題的話是31到60題 那當然就是說 今年比較不一樣就是多了三所後西一的學校 那這三所後西一學校他們自己在班裡招生 當然你可以說他們是第一年招這個後西一 所以他們在出題的時候到底抱持什麼樣的一個 就這樣的一個想法是想要招什麼樣的學生 所以也許這個會去影響到出題 但基本上看下來 整個考題上面是所學校的比較 我覺得基本上是高一可能 今年算是比較簡單 那中三也不會難到哪裡去 那中心因為它的一個考試方式不一樣 中心它的考試是100分鐘可以寫50題 OK所以它會有比較充足的時間 至少時間上大概多出來快兩倍的時間 所以它在選題上面可能就可以有比較多的計算 所以難度上不能說題目很難 但是在計算上或者是想法上可能稍微再難一點 那可能普遍考生可能會覺得的是清華 雖然只有30題 但可能清華的題目似乎來講是比較難 我自己在做的時候也覺得清華的題目似乎是比較不容易掌握的 那可能有幾題是超出範圍 那我們今天主要主題是放在中三的後西一的部分 那對於物理來講 因為以中三來講 因為它跟高一差不多 所以物理的分數跟化學分數加起來150分 那平均分配物理是滿分是75分 那大概你的最低最低的要求 就你物理的部分最低最低要求大概要考 假設及格60% 那你算出來最低最低是要45分 這是物理最低 我覺得你如果寫不到這個分數 那可能就會比較實力一點 你要上面試 或者是面試之後還要核算總成績的話 也許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不是說沒考到就沒機會 不是這樣子 但因為那個機率比較低 因為你分數不是只有看物理 那一般同學大概會覺得化學會比較好拿分數 所以如果你物理真的是只到45分 化學的話最起碼最起碼大概也要55分 不過你們可以 當然同學們大概可以去看這個 你和李老師他的一個分析 會是怎樣 所以我在看物化的時候 物理跟化學的時候 大概就是說你最低最低還是要考100分 最低最低還是要考100分比較好 當然你能夠到更高 比試分數越高 就當然是越好 但是這個可能是一般物化上面 我覺得應該至少要有100分的一個情形 所以至少你要先抓住自己 在分數上 你大概怎麼分配 因為每個人不一樣 像我可能就物理比較好 化學比較不好 那我的分數分配大概就不能是這樣子分配 所以每個同學還是要看你自己 哪一個科目能力比較強 那你大概要拿到多少分數 你要去做這樣的規劃 那當然還是要看說未來一年內你的準備 你每一課在念的時候 然後可能跟著老師的腳步 有一些小考做測驗 或者是我們高原給你的一些模擬考 你這樣考下來之後 你會重新去看 到底我每個科目 最後目標應該是怎麼樣 有時候可以做微調 OK 那這個都是你未來在 準備考試策略上應該想好的事情 好 那 在這個物理考科裡頭 好 可能 速度會是變成比較重要 因為我們說它跟高原考試是一樣的 所以你大概就是100分鐘的時間 大概要寫掉90題 100分鐘 那你要寫掉總共60題 對不對 那你究竟你的物理 寫物理的時間跟寫化學時間 你要分配各自多少 先寫物理的題目 還是先寫化學的題目 這個我們也 沒有辦法說一定要怎樣 因為很難講 就還是看同學自己本身的能力 到什麼情況 你設定的策略是如何 那有時候我們說 你可能要一些嘗試 所謂嘗試就是 我們會有到 你課程結束之後 大概會有三次模擬考的機會 你這三次模擬考 你都可以嘗試一下 我採用什麼樣的策略 然後寫下來的結果會如何 這個你可以去做 因為你其他沒有什麼時間 可以去做做測試 所以這個可能 你可以去想 我是先寫化學好 再寫物理 還是說先寫物理好 再寫化學 每個人不一樣 OK 好 所以這個時間很短暫 時間很短暫 就會變成是什麼 就是說大家都會考慮到 因為物理 畢竟有一些計算的部分 它的比例可能會 比化學計算的部分還要多 所以速度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因素 速度很大的影響因素 那會影響你速度 解題速度的大概有三樣東西 一個就是什麼 你要先 看題目 看題目會花你一些時間 再來呢 你看完題目之後 要怎麼解 你可能開始再有想法 對不對 那最後你就要開始做什麼 做運算 所以這三個你的速度大概會取決於這三個時間 我要看完題目嘛 對不對 然後呢 我的看完題目之後 該怎麼做 他問什麼問題 然後我該用哪一個公式去算 那怎麼算 然後接下來就在 可能有一些題目是要數字的 那你計算上 要怎麼進行 你就會有三個東西 OK 那看題目就真的 我不曉得 就是有時候我們 就不同的題目 我們會有不同的方法 如果有圖形 通常看圖形大概會知道什麼 會知道他大概在考什麼 就題目裡面有圖形 對我來講 我會覺得那個是最好的 因為 你看到圖形大概就知道他在考什麼 通常會是這樣子 OK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很可能就是要 你平常要訓練去掃描題目 掃試題目 掃試題目 那掃試題目的話 到最後是要看什麼 他真正在問什麼 也就是有時候你會回到 當然問題不一定在最後才提出來 有時候他在中間就問了 那但是大部分題目都是問 在最後才會告訴你 那請問你動量是多少 力量是多少 或電場磁場各是多少 他可能最後才會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去什麼 會先去看題目是什麼 問什麼 OK 那其實不管是什麼樣 其實因為題目你將來練習之後 你慢慢會獲取你的一個經驗 其實重點還是要趕快去決定什麼 趕快去決定 他到底考哪一個觀念 我有什麼公式可以用 然後想法 OK 那你想法要快 你不可能當場在那邊想 這個題目我應該怎麼做 不太可能是這樣 因為我說的 90題 抱歉這邊寫錯 100分鐘90題 那物理你如果平均分配的話 50分鐘要寫是15題 那平均大概是一分多鐘 你要寫一題 你要一分多鐘寫一題 OK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很快 一分多鐘你要花多少時間看題目 你要花多少時間想起來 你還要演算 一分鐘要做完這件事情 會很難 所以呢 通常就是很快的去決定出 他大概是問什麼 然後你會有個想法 可是這個東西 我說剛才講的 你不太可能考試的時候 還在那裡慢慢想 所以表示什麼 你這個東西要平常訓練 那平常的訓練就是什麼 你要記得 你做過的題目 因為這種考試也沒什麼 因為他不是在考你物理的聰明才智 我一個比較難的題目 我可以慢慢的把它想出來 你的聰明物理的觀念 物理的想法是很好的 他不是在考這個 他是在考你這個題目你要怎麼做 所以其實呢 你要把你做過的題目要記得 那記得就是要經過整理 你都做完題目之後 你要整理一下 這個題目我大概可以怎麼樣想 怎麼做就好了 我常常會跟學生講 因為有時候我們告訴你我的想法 但是你不一定會照我的想法講 OK不一定會照我的方法做出來 因為你在學習過程當中 你慢慢會形成你自己的一個 所謂的物理的習慣 OK所以那最重要的是 你還是要把它整理出來 每個做完的題目 特別是你花很久的時間 可能想很久 可能算很久 你特別要去整理一下 我能不能把它縮短 在什麼地方可以把時間縮短 所以你要把它整理出來 其實這種題目 大概從哪邊開始想 然後用哪個公式 然後就開始算 就結束了 這個是你一定要記得 因為很多很多同學 他可能會是這樣 他學物理 他很高興說 我把一個難題解完了 然後就丟一邊了 那你解完丟一邊 下一次來你是不是要重新想 那你重新想不就一樣嗎 那你考試的時候 不就又是重新想 所以不是的 而是說你要去整理一下 這個題目 我來看的時候 重新把題目掃過一遍 我會看到哪幾個重要的東西 問什麼 然後我怎麼樣想 就可以開始做 盡量縮短 這個當然是針對什麼 針對你 你遇到一個考題 沒有看過 比較生疏的時候 你要有能夠 能夠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 就盡量去做這樣的訓練 那我說你記得 做過的題目 他當然會提供更多的好處 就是什麼 也許考試出來的題型 就是跟你做過的題型 是一模一樣的 你想都不用想 你就知道怎麼做 那 甚至 也許 比如說 有一些老師出題 會稍微比較懶惰一點 他就直接 從 人家的一些test bank的題目 就直接抓過來 那你剛好有做過 你根本就知道答案是什麼 可是 會記那麼多的人 學生大概還是少數 因為一個test bank 一整册的test bank 大概也兩三千題左右 所以你兩三千題都記得住 我是沒有那個能力 說實在的 但是有些同學就有辦法 有些同學就有辦法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什麼 你怎麼去 去 節省你的時間 其實都是平常訓練來的 那計算 當然就是 數字上的一個處理 OK 那數字處理的話 有時候就比較沒辦法 如果你在 試著運算上面 就是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那可能就 會有一點影響 怎麼訓練 也 有時候還是真的沒辦法 但是有時候 我們會告訴你一些 估算的方式 比如說我們在 先修課程 就會講到一些 估算的方式 其實這個 會跟什麼 會跟你選項 比如說它會有五個選項 它五個選項 它提供的數字 你可以先看嘛 它的幾個選項的數字 如果它只是次方數 在改變 比如說八次方 九次方 十次方 十一次方 這樣子的 那這種題目大概你就是什麼 算它的那個 它會到達十的幾次方就好 用這個 所謂的數量級的方式去算 你用數量級的方式去算 那如果彼此之間 它如果不是這樣子 那可能有一些 1.23啊 如果3.59啊 類似這樣子 開始有一些分離 你就要看說 他們之間 有效位數是大概幾位 然後呢 這個間隔 距離大概是多少 數字差別是多少 所以你來決定說 我可以很粗略的算 還是要稍微仔細的算 那就會決定你的算法 所以還是一樣 這個就是平常你要去訓練 因為它是選擇題 所以還可以看 如果是 如果是真的有考那種非選擇題 當然基本上不會 今年看下來都不會有人考那種 那種非選擇題 那基本上都是選擇題的話 其實你大概可以 大部分很多人都會用估算的 比如說我們上課會講 G等於9.8 那我相信大部分同學 都不會用9.8去算 都會用10去算 那我先算出個大概 可以找得到答案 就是那個 那我有時候還是會跟同學說 你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誤差大概是多少 你可能腦袋要有這個概念 0.2除以10 對不對 大概是什麼 百分之2 那你的誤差可能百分之2 那這些選項之間 彼此之間的差距 是不是百分之2之外 如果是的話 你這樣算 大概就沒有問題 OK 所以這個是計算上 也就是平常 你要怎麼去 把你的速度提升上來 大概這幾樣 就是你看題目要快 要狠 要準 看題目不是說只會求快 因為有些人在看題目的時候 漏掉一些字 而那些字可能是關鍵字 這有時候還是要注意 所以你那個閱讀的時候 還是要 還是要培養 就常常去看 所以我們在講義裡面 大概給各位的題目 都是英文 我不會有那種中文的題目 因為我覺得不需要 因為你面對後世音 全部都是英文 你就是習慣去看英文的題目就好 OK 這是講速度的一個提升 速度的一個提升 OK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回答這個大概就是 你可能幾個同學們 常常會想要問的問題 那怎麼樣速度快一點 然後怎麼樣解題的時候 大概要如何處理 好 那底下我們就看這個中三一 他的這個考題的一個 今年考題的一個分佈情形 那你如果有拿到我的解析的一個內容的話 你可以看到我把它分為 物理 通常我都是把它分為六大領域 就是力學 然後波動 然後再來就是熱力學 然後電磁學 然後光學 然後最後是近代物理 那我分為這六個領域 那有些人會把光學跟波動一起講 因為大概波動講完了講光學 是可以通的 所以有些人會把波動跟光學一起講 但我基本上還是按照 目前主流的這個教課書 它是這樣子分 就這樣子分 因為光是電磁波的一種 所以講完電磁學 再講光 至少是比較合理的 OK 好那這六個領域裡頭 你可以看到物理學上面 不管是分數的占比 或者是初提量的占比 因為它有一分題兩分題 那有些一分題出的多 那分數不一定就會占的比較多 所以我們大概分數占比跟初提占比 都把你統計出來了 那基本上你左邊右邊 就分數占比跟初提數占比 彼此看的話大概不會差距很多 不會差距很多 而差不多來講 就是力學大概就是30% 然後會稍微再多一點 那波動學的話呢 大概就是10%會少一點 那熱力學的話呢 它今年是考到22% 就是20以上 這是今年的 那電磁學的話呢 是到達快到27 光學沒有出 那近代的話呢 大概是9% 大概是這樣子 OK 那事實上我自己心裡 就是說如果你 因為你的中三的考試跟高一 是比較接近的 所以如果以高一 跟高一一起來想的話 我通常自己設定 就是說我如果準備物理 那它考題出來 大概六個領域大概會是怎麼樣 我通常會是這樣子想 大概力學應該還是在30%上下 通常我會認為應該會比較多一點 那波動呢 大概是10%以下 熱力學我覺得大概15% OK 那電磁學的話呢 大概是25%上下 那通常我會覺得應該可以多一點 那光學的部分應該要有10% 可是我們這三所新的後西醫學校 今年都沒有出到光學的題目 倒是我覺得蠻奇怪的 那可能第一年的關係 那近代物理的話大概就是 通常是10%以下 這是我認為你在各個領域 物理的六大領域裡頭 你要拿分數 大概出題大概會是這樣子 所以你自己可以去評估看看 但我也常常跟同學講 不是說出的少你就可以不用念 其實出的少 有時候他能夠考的就是主要的東西 主要的概念 所以其實你還是要把它學好 然後重要的東西 重要的觀念 你把它記住 有時候就是考那些東西而已 有時候就考那些東西 所以不見得做出的少 我就可以少念 我覺得不是用這樣的方式來看 只是告訴你 它足底比例上 一定是力學很多題目可以出 電磁學很多題目可以出 通常是這樣子 所以這兩個一定是占大宗 所以你平常在念的時候 可能會在這邊做很多很多的訓練 可是其他的東西不要放棄 所以你還是要去注意 因為有很多題目其實是很容易很簡單 不會太困難 不會太困難 所以這會講到說 你其實看東西 學物理的話 其實你就要把什麼 你不要把你的基本核心練好 就每個力學裡面講到力量 講到能量 講到動量 講到轉動 那你應該記得的 基本核心觀念是什麼 你要知道 你要記得 然後它衍生出來的一些公式 相關的公式 你當然要記得 然後呢 你就可以把 跟這個直接相關的一些基本題型 練手 那基本題型是什麼 其實 比較功利的看 就是你去練那些考古題 所以你要去知道 歷屆的考古題 大概是出什麼 那些至少你要會 因為他表示會考 我們通常還是會跟你講一句話 會考的東西還是會考 會考的 依舊會考 因為你分數 你不是在追求這一科要 一百分 我覺得追求一百分 你可以這樣追求 但是不見得你都可以達得到 因為你還有其他科目要照顧 所以呢 基本上你應該是看到說 其實他常常在考什麼 比如說我剛剛講 都不樂效應幾乎每年都會考 都不樂效應幾乎每年都會考 所以你這個東西你一定要練到 絕對不會出錯 絕對不會出錯 那樂力學裡面 大概entropy應該也會算到 那你一些做工的部分也會算到 所以你要去掌握什麼 掌握 其實過去考科裡頭 他會考的東西 基本上還是會考 所以你要去掌握考古題的題型 但這樣子夠不夠 其實還不夠 因為你要把你的能力提升 你再會擴充 所以我們會 講義上我們會給你更多的題目 基本上就是什麼 我訓練的更多 當你看了更多 稍微難一點題目 或更難的題目 你看多了其實你不會去害怕 因為我大概都做過 那你重點是回來 回來什麼 從外面的題目比較難的 比較複雜一點的 有時候不複雜 或者是說講繁雜 因為你計算的動作可能會比較多 那你就從這邊的訓練之後 再回歸回來 回歸回來 我可以把這基本的東西做好 那這邊東西做好了之後 大概什麼 那你就可以去達到 應該可以達到基本的45分以上 OK 怎麼樣去讓你的時間 解題的時候時間更縮短 OK 大概是 我的建議會是這樣子 進行 比如說你在準備物理上 你就要注意這些事情 那碰到有一些練習題比較難 其實是 不要去沮喪 或者是說 當你去進行一些小考 或者是一些模擬考的時候 分數有點低 其實有時候不要太在意 為什麼 因為有些題目他可能出的就是 故意會稍微難一點 就是你可能未來開始念了 然後一些小考分數 或模擬考分數好像有點偏低 有時候你不要太緊張 其實你其實要去看的是說 我該掌握的 是不是都掌握到 這也就是說我們常講的 會考的依舊會考 該掌握的呢 一定掌握 那你一定要拿到的分數 你不拿到那請問你還能拿什麼分數 你要去拿那種 碰運氣的分數嗎 不會 所以你一定要確切知道 你會的是什麼 你可以掌握的是什麼 所以你在寫題目的時候 先寫物理 先寫化學 有時候可能就順序上 就不是那麼重要 而是 這個題目我絕對會做 我就先拿到啊 所以你先寫物理 先寫化學 不一定是一個決定性的東西 但普遍不一定 因為同學還是會去思考 他自己的一個優勢劣勢 就是去決定你的那個策略 這個是每個學生都會去想到的事情 但是永遠記得 該掌握的一定要掌握到 你會做的 絕對不能讓那個分數溜走 那你通通做完了 剩下的其實就交給老天爺 所謂老天爺就是 有些東西你可能 把握度稍微高一點 但你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但你也會去寫 那寫對的就是你的 寫錯了可能 倒扣一點分數 所以這個 這個其實就 沒有辦法再去在意了 但這個東西你也沒掌握到 你鐵定 我認為應該可以這樣講 就鐵定會考不上 應該會的你都拿不到 那不會的你會拿得到 這種機率還是很低的 OK 好 那中三的考題 今年第一年 我們去看了那些題目 之後 其實它有非常大的程度 是來自於Test Bank的題目 有非常多的題目 都來自於Test Bank 那麼 你要自己想辦法去取得 如果你覺得 這個有非常大的參考價值 你就要去想辦法去取得 因為這跟著作權有關係 所以你怎麼拿到的 我們是不知道的 那Test Bank的話當然 社會大概是一個很主要的一個資料 你要自己想辦法去 如果你覺得有很高的參考性質 你就要想辦法自己去找 那另外一個就是Holiday 因為很多學校教科書 大概用的就是Holiday OK 那高一好像就是用社會當教科書 OK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 那其實這個考題裡頭 其實還有另外一本 就樣的 它是Syrus and Zimansky 的這樣的內容 Zimansky Physics OK 那教科書是這樣子 但是作者是一樣 作者是一樣 所以它的Test Bank 大概至少有這三本 那其他 其他還有哪些可能就不曉得了 但是 你說三本你都要做完 你要看你有沒有那個時間 我說過了 這個Test Bank 它的那個題目 每一張大概 平均來講大概五六十題 那一個大學教科書 這三本 教科書 總共都是四十幾張 那我們保守一點算 五十題 四十張 也要兩千題 那你三本都要算完 你不是要算六千題 可不可以 有些人可以 有些人會覺得 這麼多 那我們會從這裡面去挑 我們也會從教科書去 那有些題目 有些學校它出題 有些題目 其實是會從某部分教科書 後面的集體出出來 其實出選擇題 其實你題目有了 你就去編 那有些老師就懶得編 有些老師就懶得編答案 所以他就比較不會出 但是有些計算題編答案是很簡單的 你有正確答案 你在其他照四個不是答案的數字就好 其實不會很困難 所以我們會從 基本上從這三本 教科書裡頭的後面 每一張後面的集體去挑出來 作為我們的題本 或作為我們的課後的練習 提供給學生 同學去做 所以你這三本到底要不要做 其實是見人見 我們都會從一些資料裡頭 找一些東西給各位 那如果你真的要做 你覺得說我還是要有這種資料我想做 我會建議先把他的觀念題先做 如果你有這些資料 我會建議先做觀念題 為什麼我說先做觀念題 如果真的 如果這個四所學校 他們這個將來出題目的老師 還是有點懶惰 直接抓textbank來出的話 OK 而觀念題是比較不好編答案 ABCD 因為你要寫英文 ABCDE 那你都要自己造一個英文字出來 當然對某些老師沒有問題 但少部分老師他就懶得想 因為你要寫一句話 那寫一句話呢 你不能此不答義 或者是說會造成人家的誤會 所以他要想很久 所以有時候就不太可能 所以我覺得觀念題 大概可以先看 所以很多 題目裡頭觀念題 可能都會從這裡就找 但是計算題就不一定 我剛才講的計算題 其實他只要知道正確答案 我其他編四個 這個比較好編 我編個數字而已 我編個數字而已 他就不是像觀念題 我要寫一句話 寫兩句話 寫三句話 總共要寫五句話 重新編五句話出來 這個比較會難一點 所以也許觀念題 我認為 也許會有比較高的 一個參考價值 但不是說計算題 沒有 因為 以中興跟中山 今年初的題目來講 Test Bank還是出現了很多題目 畢竟這是第一年 你在高一的考題裡頭 Test Bank的題目 可能就會開始有點少 不會占很多 為什麼 因為他從106年開始考 6、7、8、9、10、11 6年 他大概也知道 你們要來考的學生 可能什麼資料都有 對不對 那 除非他不想用物理來作為間別 反正你們都知道 就考這些 有念的就考好 沒念的就考不好 如果要這樣子的話 會比較不好 所以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你大概參考一下 所以我們在跟你講解析 在中山物理考題之前 大概會跟你講 我對這幾所學校 或者說對中山目前 物理上面考題的一個看法 是這樣子 那還是要回歸到 一件事情 目前考試 就是說 因為清華的考題 今年才第一年 我覺得比較難 中興也許可以比較難一點 但是以高一 中山來講 那個考試的題目 我個人來看 其實已經不算是很難 已經不算是很難 所以你也不用去太緊張說 那是不是 是不是我學起來 會有什麼壓力 其實你就是按部就班的 把我剛才講的這件事情 做好就對了 OK 那決勝點就變成是速度了 因為大部分 你既然要來 考後西醫了 大概你都已經 已經有決心了 所以這個部分 大家每個人都會努力的 把該做的事情做好 那速度的部分 就不曉得了 因為有些人 天生速度就比較慢 我不想講天生 其實要訓練 那你過去的訓練不夠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這樣的問題 OK Test Bank還是有參考的價值 但是是不是要全部做完 這個見仁見智 那計算題 因為我剛才講 觀念題 因為也許比較不會花時間 所以你把觀念題做一做 那它的計算的部分 如果你有這個Test Bank 計算題的部分 也不一定要每題多做 因為有些題目 它會是很類似的提醒 題目長得很類似 也許換數字 也許什麼 也許換個一個叙述的方式 所以其實 如果有類似的題目 你大概先挑一題做 其他的題目 你就稍微看一下 就是說它跟它很類似 但是差別在哪裡 它是做了什麼樣的變化 題目的出的時候 是做了什麼樣的變化 所以不見得每一題要做 但是你可以每一題都看過 OK 所以它可能有一些 比較同類型的題目 會出好多 會出好多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 社會的Test Bank 有時候你就會看到 這個圖形 老是出現 那你是不是要每一題都做 我不認為你就必須要每一題都做 而是先找一題先做 你掌握住了 你再去看其他 同一個圖形的題目 它是怎麼問的 它變了什麼東西 你要去找出它題目的變化 這樣你才會一題 做了一個題目 而你有辦法去解其他的題目 但是你沒有真正去把它做完 你會稍微想 腦筋可以稍微想一下 這個大概是怎麼做 它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大概是怎麼做 那你如果有比較多的時間 你大概就可以去驗證你的想法 所以大概做一兩次之後 你大概就知道 其實有些同類型的題目 再做一題 你就可以掌握了 所以這計算題 所以說你是不是真的要全部做完 那你沒有那個時間 沒有那個時間 OK 還是提醒同學 每個人狀況不一樣 每個人的策略 讀書計畫 都不一樣 所以你定好了 你就照著你的計畫去做 就是 無心 你計畫都定好了 你就不要再想東想西了 你的讀書計畫已經定好了 你不要再想一些有的沒的 就 心情 什麼東西都不要想 就拋開了 就變成一個無心狀態 就照著你該做的事情 一直做一直做 好 越到考試呢 你可能就會開始會緊張 那你怎麼樣去維持平常心 因為你 你怎麼念書 怎麼學習 怎麼解題 你都 常常 長時間這樣子弄 一年了或者兩年了 不管 你就長時間這樣弄了 你就維持那樣的狀態 然後我們剛才講的 你該掌握的掌握住就好 有些人會特別緊張 就我們沒有辦法 那個是你 那個是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去幫你的地方 我覺得 所以 呃 自己要去調試好 自己要去調試好 因為心情心態 最後是心態 因為大家來考 可能大家的程度差不多 那最後可能受影響的是這個 尤其是臨場表現 這影響你的臨場表現 平常都OK啊 一到了考試 一到了面試 就不一樣 就走樣 所以你怎麼樣去讓你自己心態是 比較平靜的 說真的有時候很難 很難 很難 那唯有訓練 唯有訓練 充分的訓練 紮實的訓練 才會讓你比較貼近於平常心 對不對 我就按照平常訓練的東西來 好 如果各位有在專注一些職業運動的也是一樣啊 有些資質高的他最後上職業的球場 他不一定表現得很好 可能就是這樣 可能就是臨場表現 一直都不好 那他機會就沒有 所以你們的機會就是明年的那個考場上面的事情 所以平常訓練了之後你要注意你心態的部分 好大概我們解析前花了30分鐘的時間 跟各位講我的一個看法 可以提供給同學們參考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開始講這個 中三的這個45題的內容 第一題其實有做過考古題的 大概就知道第一題其實就是考古題 它是一個兩個球 然後呢它的這個軌跡 它畫給你了 A球呢它的軌跡是這樣子 V球的軌跡是這樣子 OK 那它是一個拋體的運動 那事實上你如果學過了拋體之下 基本上或自由落體 你就會知道說 我當一個物體 從比較高的高度掉下來的時候 它要花的時間 會比比較低的地方掉下來 要花比較長的時間 這個觀念上有的時候這個就很好做 那你你東西怎麼丟上去 它一定要怎麼掉下來 你上去花的時間跟下來花的時間一定是一樣的 不考慮空氣阻力 所以呢你越高的地方花的時間就會越長 比較低的地方它花的時間會比較短 所以怎麼上去就怎麼下來 上去的時間會等於下來的時間 所以你就很容易去找到答案 這第一題的觀念下 這是考古題 高一曾經在 好像94學年度吧 希望沒記錯 比較早期的 比較早期的題目 那這是來自於Test Bank的題目 OK 那這個我就其他 比較詳細的說明 各位可以看這個資料 資料去看 那第二題也是很簡單的 他說一個炮彈呢會炸成兩個部分 一個炮彈 然後呢最後呢會炸成兩個部分 那其中呢有一塊呢它的質量呢會是另外一塊質量的25倍 那麼 氣體的部分 就是你爆炸的時候會有一些氣體 那這氣體的質量不要去管它 那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其實因為爆炸是屬於內力 爆炸是屬於內力 所以它的外力為0 外力等於0你就知道是什麼 你就知道動量守衡 那動量守衡 其實就告訴你什麼 它的變化 動量的變化為0 守衡就是不會有變化 所以動量變化為0 那你現在 這裡的動量跟這裡的動量一樣嘛 所以呢 你爆炸之後 這個有它的動量 這個有它的動量 你這兩個動量加起來 一定跟它一樣 表示說 你把它故意拆成兩個部分 因為它會爆炸成兩個 你這個東西就把它想成這兩個合在一起 那你的原本的動量是多少 後來變成多少 你會有一個動量變化 它也會有它自己的動量變化 我寫25好了 因為它25倍 那這兩個動量變化一定等於0 基本上就這樣的觀念 其實我這邊 也是有點囉嗦了 其實我們希望你來上課 你就會聽懂 如果你對於我剛才這樣很快的這樣講 聽不太懂 那你可能要上課 如果你知道是什麼意思的話 其實很快就可以找到答案 所以是動量的變化 不管是輕的或重的 它們的動量變化要一樣 主要就是動量守衡 你整個動量變化 總動量變化是0 所以你分成兩個部分 它們的動量變化 加起來總和是0 OK 再來第三題 講的是Pi Pi的東西 偶爾會出現 Pi這個觀念 它不像 都普勒效應幾乎每年考 它偶爾就會出現 所以第三題是考Pi的概念 那Pi的概念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你兩個波聲波頻率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不是很不一樣 是不太一樣 所以呢 我們就會聽到一個 呼呼呼呼呼 這樣的聲音 就是忽大忽小忽大忽小的情形 那這個就是一個Pi的頻率 那Pi的頻率呢 就看 它會呈現出來的就是兩個波 兩個聲波 它們的這個頻率的差距 頻率的差距 那這個題目說 我把其中一個聲音呢 的頻率把它調高 那另外一個會怎樣 那我們Pi的頻率其實是兩個的差 你並不曉得誰大誰小 如果這個比較大 你繼續調高 你的Pi的頻率會增加 但是如果它是比較小的 你把它提升的話 它的差距會變小 所以只知道F1增加 你並沒有辦法確切知道 這個是會增加還是減少 對不對 因為這兩個誰大誰小不小的 所以你增加是讓這兩個越接近 還是越遠離 頻率越遠離 你是沒有辦法判斷出來的 所以呢 我們這個第三題選項就是E 我們沒有辦法從這些資料 來判斷出 這個Pi的一個頻率 會做什麼樣的改變 好再來第四題 這是熱力學的題目 熱力學的題目 他問說一定量的理想氣體 它進行絕熱膨脹 它叫Butic Expansion 絕熱膨脹 那下列敘述是何者正確的 那絕熱的意思是什麼 這很清楚的 中文字講得很清楚 其實你重點是那個英文字 要看得出來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是絕熱的話就是沒有熱量進出嗎 OK 這是對絕熱程序 絕熱膨脹過程中你一定知道的事情 所以沒有熱量會進出這個氣體裡頭 所以很快就可以找出答案是A了 那其他應該就不用再看了 好再來看第五題 一個磁鐵棒 然後呢掉到這個線圈中間 OK 那這個產生的這個感應電流 一開始會是什麼方向 OK 那這個考的是冷次定律 因為我這邊有一個線圈 那我這邊呢有一個磁鐵棒 然後呢這樣自由的往下掉 然後掉的過程呢 N級是在下方的 S級在上方的 那我們的冷次定律其實是告訴你 你這個掉下來之後 你會改變這個線圈裡頭 它的一個磁場的一個分佈 強度的一個改變 OK 那冷次定律會告訴你 你會產生這個 所謂的感應電動式或感應電流 這個感應電動式跟感應電流 一定要來什麼 抵抗你的變化 因為你要去變化這裡面的東西 我產生出來的東西 要去阻止或者抵抗你的變化 所以你N級 N級要掉下來 我就會產生一個什麼 N級向上的一個 磁場 來抵抗你 你不要掉下來 這是冷次定律講 要不然 你向下 然後繼續產生向下的一個磁場 N級向下的磁場的話 那個變成能量會不守恒 所以冷次定律來自於能量要守恒 所以呢 你要掉過來 你會產生出來 我要把你抵抗掉 所以N級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 大摩子去比那個方向 N級向這邊 所以電流應該 或者感應電動式應該是這個方向 OK 所以它就會是這樣子 OK 那等到 這個磁鐵棒 掉下來了 通過了這個線圈 然後你S級要離開了 一樣的 你S級要離開 你一定要改變線圈周圍的一個磁場分布強度的變化 所以呢 我們要產生一個什麼 依照冷次定律 我不希望你做這樣的變化 所以我要用N級把你吸引回來 好 就是感應出一個感應磁場 把你吸引回來 好 那我們現在一樣用大摩子 N級這邊 然後這樣轉 所以呢 感應電動式 或說感應電流就是這樣的方向 好 所以從這個途徑上它會是什麼 逆時鐘 這邊會是順時鐘 因為時鐘是這樣轉 好 所以這邊順時鐘 不過這個題目很可愛 我不曉得有沒有人去提一意 你是這樣看還是這樣看 這個題目並沒有講你是從哪個角度去看 我這樣看 我如果從上而下看 它是這樣子 它是這樣子 所以從上而下看 那它是逆時鐘 可是我如果從下往上看 它是變成順時鐘 對 所以沒有人去吵這個 可是我還是要跟你講 因為它有畫圖形 它圖形是這樣子 所以你還是按照那個圖形 這樣子 這樣應該是逆時鐘 所以先不要去搞那些有的沒的 最好是 通常我們都會講就是選最佳答案 就是說一般來講 它會應該是希望讓你怎麼去看方向 它已經圖已經畫 圖已經畫是這種的 所以你應該用這樣的方式去看 不要去節外生枝 因為有時候你分數是要不到的 只要看他們出題的老師願不願意給 所以你把分數交給人家來決定 這是比較不好的 所以最好是它圖形是那樣 一般我們就會講這個是逆時鐘 這個是順時鐘 就這樣子就好了 你不要去想太多事情 好